这个6月儿童节简直是明星晒孩子大赛 有网友晒出了小糯米庆生半派对的照片 可里面完全没有妈妈杨木的身影 有粉丝表示心疼杨木 没时间和女儿相聚 但却遭到了网友的回怼 自己不管女儿忙着赚钱真搞笑 还有网友发小作文说 难道就因为发展自己的事业 离婚以后对孩子就不管不顾了吗 指责杨木有空到处聊 没空看孩子 回顾过往有关小糯米的新闻 媒体拍到过很多刘凯薇抱着小糯米上学 或是陪她游玩的照片 画面里 妇女二人看上去十分亲近 也正因此 很多网友都认为刘凯薇显得比杨木负责得多 当年二人结婚时 杨木正处于事业上升期 却迅速结婚生子 大家在诧异之余也都祝福 可惜好景不长 2018年12月 杨木与刘凯薇官宣离婚 两个人公开表示 会共同扶养女儿长大 离婚以后 杨木就一心扑在了事业上 将自己打造成了忙碌的女强人 刘凯薇近些年也很少在大屏幕上出现 在家里时间多一些 小糯米一直在香港 有比较空想的爷爷奶奶抚养 爷爷刘丹对孙女可谓是喜爱有加 爷爷刘丹在采访中表示 小糯米和爸爸刘凯薇非常精进 而对小糯米和杨木的关系 就闭口不提了 不免会引起网友的联想 特别是某次小糯米过生日的后一天 刘丹出席电视剧的一个宣传活动 被问到小糯米的近况 透露他邀请了小朋友一起过生日 可一当记者提到杨木 刘丹就表示不清楚 称自己没有过问 经过媒体的大肆报道 杨木对小糯米的冷淡又成了一个黑点 只要有关小糯米的新闻 下面的评论区就一定有对杨木的抨击 可也有很多人站在截然不同的对立面 认为杨木才是真真正正保护女儿的好妈妈 反而刘凯威是借着小糯米炒作 杨木曾经在社交平台上表示 自己不希望女儿被过多的打扰 不想让媒体影响到女儿的正常生活 而且网络上能够找到杨木和小糯米在一起的照片中 杨木都是挡住小糯米的正脸 不想被曝光 在被采访时 主持人表示 想让杨木和小糯米连线通话 不然就在镜头前面卸妆吧 杨木非常大方地表示 宁可卸妆一万遍 也不想打这个电话 爱护女儿的心思异于言表 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 提到有关育儿的话题 杨木也是深有感触 说了很多自己的想法 一看上去就是很真诚地考虑这些问题了 完全不向大家质疑地不负责任 自从夜光剧本事件曝光以后 刘凯威的人气明显下降 连作为明星最基本的热度和曝光度都十分缺失 却多次因为女儿小糯米出现在公众面前 比如和女儿同他演唱英文经典歌曲 You are got a friend 互动非常有爱 甚至还嘴对嘴亲吻 在这种公共场合很难不被曝光 也多次被拍到带着女儿逛街 买买买 但丝毫没有任何遮挡 一般都是媒体打的马赛克 各种宣传的通稿出来也是很快 刘凯威在被网友夸好爸爸的同时 也受到了很多木粉的质疑 毕竟杨木不想过度曝光女儿 两个人的做法明显有点不一致 而且为什么刘凯威带孩子总是被拍 而且如今网上传的 小糯米七岁生日派对的照片 被指出其实是前两年的照片 只是刘凯威越南的粉丝送的礼物 但这些照片却重新被炒了出来 很多人又把矛头指向了杨木 特别是四年前缺席这样的字眼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忙工作而忽视了女儿 杨木与刘凯威同为公众人物 也是小糯米的父母 一个怕打扰孩子几乎不主动提起 被质疑不负责任 一个经常被拍到妇女情深 被怀疑别有用心 近日许多娱乐圈的夫妻 都一起精心为孩子庆祝儿童节 这一天对于刘凯威和杨木的孩子 小糯米尤为特别 因为6月1日也是她的生日 爷爷刘丹在接受采访时 被问到小糯米的父母送了她什么礼物时 她表示刘凯威送了女儿很多衣服 至于杨木 自己并不了解对方送了什么 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据知情人介绍 刘丹在6月2日参加活动宣传电视剧 有记者知道那天是其孙女小糯米的生日 故在活动中询问了她如何为孙女轻生 刘丹表示孙女请了两位平时玩得很好的伙伴来家中吃饭 切生日蛋糕 虽然今年的生日不像前几年那样热闹非凡 但也不失温馨 刘丹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了 儿子刘凯威为女儿购买了许多好看的衣服 小糯米在饭后一直在试各种各样的衣服 她看到后还提醒儿子 孩子在这个年龄成长得非常快 所以不需要太多的衣服 记者接着询问小糯米的母亲杨木买了什么东西给女儿 刘丹则表示自己不知道 不过应该是有礼物的 只是自己不好过问 对此不少网友表示 刘丹爷爷说的这么含蓄 想必杨木应该是没有到场也没有买礼物了 对此有些网友表示理解 毕竟现在是疫情期间 小糯米如今身在香港 杨木在内地参加综艺节目 近日媒体曝光杨木先生北京机场的照片 她的行程是从北京飞广州去录制综艺节目 所以无法到香港为小糯米轻生的 去年小糯米的生日会非常的热闹 杨木和刘凯薇及家人一起预定了一艘游艇 将游艇布置得非常具有童心 从现场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 生日宴的餐桌上摆放了好几个造型梦幻的饭糖蛋糕 昂贵的马卡龙点心兑放的满满的 显然是小糯米的家人用心准备的 在这场生日会上小糯米的许多好朋友都出席了 她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天 可惜今年杨木便没能参加女儿的生日了 许多网友猜测虽然她没能出席 但是应该将心意通过电话 视讯等方式传达给女儿了 不过对于其没有送礼物的这件事 不少人感到不太理解 因为现在快递非常便捷 杨木如果有心 完全可以提前几天将想送给女儿的礼物寄给她 对此不少网友表示杨木可能太忙了 不过这也不是她做出如此不负责任行为的理由 有许多网友在相关动态下留言 称小糯米在这个年纪最需要的就是父母的陪伴和教育 如果可以的话 还是希望杨木和刘凯薇能在工作之余 多花些时间与女儿交流 让她有一个快乐成长的童年 杨木和女儿小糯米 以及前夫刘凯薇的关系一直被人关注 因为女儿在香港被刘凯薇一家抚养 工作忙碌的杨木在疫情之前一年也只能见女儿一次 如今疫情的关系 往返香港都变得极其不便 所以杨木和小糯米也是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了 就有很多网友认为杨木事业心太重 如果真的想要去看女儿 应该也不会在意往返的隔离政策 而她的前公公 也就是刘凯薇的父亲刘丹 近日在媒体面前也是有意无意地内涵了杨木一番 此前港媒爆料刘丹的身体每况日下 刘丹在电话中回应 自己目前身体状况很好 身体很健康 还跟媒体提及 因为家里有了小糯米的陪伴 就不会那么无聊 有孙女在一旁嘻嘻哈哈 自己也会更加注意身体 想要陪伴孙女长大 同时还提及刘凯薇为了陪伴女儿 不错过孩子从小的一点一滴 还特意把所有的工作都退掉了 目前小糯米对爸爸比较亲 这一句话让不少网友听出了端倪 这不就是在内涵杨木没有陪伴孩子 孩子缺少了母爱 所以对母亲不亲近吗 但确实是 之前杨木在参加真正男子汉节目的时候 节目组安排他们给家人打电话的环节 杨木打给了小糯米 当时小糯米对妈妈的呼唤似乎并不感冒 也并不熟悉 这也让当时的网友认为 杨木和女儿的关系并不亲近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